台湾征兵,脑筋动到港澳年轻人头上 这是不可小瞧 台防务部门预告志愿士兵服役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新增香港,澳门居民在台湾地区涉及满10年 可参加志愿以士兵征选 据悉,岛内现行条文规定大陆地区人民及香港 澳门居民在台湾地区都应涉及满20年 才得参加志愿士兵的征选 此次修改将港澳人士征选台湾志愿士兵门槛下修为涉及满10年 大陆人士则维持涉及满20年 民进党当局此举很狡诈 类似的歪脑筋,台独政客三年前就动过 早在2020年,时任台湾激进党民意代表的陈百为 在立法机构质询时,语出惊人地表示 民进党当局应该邀请香港人到台湾当兵 他宣称,此举有很多好处 比如香港人比他们年轻,可以增加台湾的劳工人数等 从俄乌战争看 双方都雇佣了大量外籍雇佣兵作战 反观台湾的这次征兵条例的修改 更应该看到民进党的恶毒 为以后的雇佣兵政策早做打算 逐步扫清政策障碍和盲区 这样港独与台独在军事上就做了连接 这件事,还真不能小看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这件事,还真不能小看